大家好 三角梅要想它开花多 我们必须要掌握好这样修剪 修剪之后呢 更有利于它冒出的芽多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通过这个方法 有利于它一个枝条 冒出更多的侧芽 首先我们修剪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修剪这个木质化的枝条 从这个位置给它修剪 这样的话 这个枝条壮 后期冒出的芽多 而且呢 更加壮 不修剪的话 像这种情况 涂长开花少 所以呢 必须要掌握好这种修剪方法 修剪过后 我们一定要给它做好这一步 就是补肥了 用塑效的富豪肥 每个月一小勺 大家看一下我这盆 之前修剪的 现在呢 长得非常茂盛 我这盆呢 主要是打造一颗棒棒糖 不想它开花 所以呢 养的这么壮 这么肥 分支多 每页一小勺 今天呢 撒在盆土边面就行了 好了 喜欢三角美的花园们 我们找我好 这种修剪方法 然后呢 后期 新芽多的数不过来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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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